请不吝点赞 三百二十七万人月薪不到三万元 行政院主计总处周三公布人力运用调查 今年国内八百九十万六千名受雇劳工 平均月薪为三万七千零九十四元 比去年增加五百九十四元 不过有三成六的劳工约三百二十七万人 月薪低于三万元 其中月薪不到两万元的有四十六万一千人 而月薪三到五万者有四百零八万人 月薪五万元以上则有一百五十五万六千人 纵观来看 月薪三万元以下的人数比去年减少八万多人 领超过三万元的人数则增加近十七万人 薪水看似普遍增加 但临时工派遣工的人数却逐年上升 比去年多一万一千人 如果派遣工人数变多 那怎么形式体积形态变成 加户调查有盖打率变高 所以我都是参考看而已 专家也分析 台湾非典型工作劳动者变多 虽然和全球劳动市场谈性化有关 但政府没力专法保障派遣劳工 让雇主不受法律束缚 也更助长这种现象 全世界的厂商 它的生产模式都谈性化 那谈性化生产 就会出现很多 我们其实讲的 短单短单的问题 没有专法就是雇主他就不会在法律上 对雇主的要求的责任义务就相对少很多 那少很多对雇主来讲就很方便 专家也点名 电子业和金融物流业都是派遣人力最多的行业 除了电子业是因为代工的短单需求 有弹性用人需要外 其他行业都是为了节省人力成本 对劳工相当不合理 网友也纷纷留言 三百万人要用三万元养家 几十万周休七日的人 却要领五万多元退休金 难怪不敢生 三万够养家吗 也有人酸 不要急 小英正在打地基救你 不过可能要打很久 你就边吃和食边等吧 生活中心台北报道